好 接下来薛索真的觉得这些人 实在有够扯 有够夸张 好 记得吗 这个晚安小鸡的状况 柬埔寨总理呢 红马内已经在19号首度 针对了这晚安小鸡跟阿闹 他们自讨 自演 拍的片 造的假 发表了评论 红马内痛批 痛骂 这两个人 你们太自私了 你看这所以真是丢脸丢到 全世界都知道了 他认为为了流量 伤害了 柬埔寨国家的形象 而根据了简中时报的报道 红马内说 晚安小鸡跟阿闹 就是为了直播带货的流量 特意地飞到柬埔寨 去拍假的造假影片 通通隆喜给演的 因为演得太扯 太夸张 这种行为太过自私 会让外国游客 对柬埔寨这国家来却步 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观光收入 他也透露说 有人说晚安小鸡 等人的母亲生了重病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显然是要放消息 让柬埔寨释放两个人 但是他们的态度也非常的硬 他们说即使如此 柬埔寨也无法原谅这两个人 而现在除了他们两个惨了 判刑之外 两个人刑满之后将会驱逐出境 而且还会被列入入境的黑名灯